天空没有星星照耀 它会暗然无光 人间没有人情唱歌 才会萧萧落寞 世间常常存在着各种不公 人们总说 上天会作为善良人 可总有一些人 在背后默默付出 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得到已被回报的 却不是他人感恩的心 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 坚持着对的事呢 也许在这个故事的结尾 你会找到答案 它只身一人 成天穿梭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大街小巷 可它不是什么幸福的旅行家 它的人设只是一个孤独的使唤者 一个默默无闻 以简破烂为是生计的普通人 判斗 我从来都没有来 判断 是这样的 负责 就是这个 芝麻 是这个 不管你 我特务 想做 是 得意 小妹妹就坐着上去 走奶奶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俩子 手机就是一个害人的东西 谢谢 谢谢 远处的 你又干嘛 我的眼睛啊 我的眼睛啊 来人啊 救命啊 我的眼睛啊 我的眼睛啊 来人啊 来人啊 将军 我看了手机 迟疑了那么一会 心想 这位老奶奶 是不是早些时候 好心地心我的好人吗 不可能 不会的 她腿叫不变 我看得出来 她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这些景观 可真是无路里头 警局门口 查过警告后的警察们 终于抓到了正在城道 并且发现了 她还是这其他两起导致案 新艺人得到了释放 新闻也被制成的谬论 继续到浅 这对老奶奶 成为继续肯定 这就是一位看似平凡 却历经不平凡 波折 还能不被压垮的 使唤者的过程 她还是直升艺人 可周边围绕着她的面 在无形中 提升了她的幸福感 我们但凡有形象的意念 无论多么坎坷 结局都会被上天眷顾 从小做起 从我做起 从身边做起 像这位使唤者一样 捡起的不再是垃圾 而是温情 世界一定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变得更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